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我是财讯总编辑陈燕纯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台厂赴美挺台积电的故事 台湾半导体厂商砸大钱 他们看到美国怎么样的半导体大未来 今天要得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林洪达 欢迎洪达 各位观众和燕纯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样会分三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部分我们想带大家看一下说 台积电赴美设厂之后台厂材料供应商的情况 那请问关东心灵是做什么的 第二部分我们就想要聊一下 关东心灵这一次东进美国的故事 其实蛮曲折离奇的 等一下请洪达帮我们分享一下 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说 关东心灵的吕董 他其实对半导体产业的研究非常深 他如何看待半导体的大未来 好 先进入第一个部分 最近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不断地讲说 赴美投资三年投入1000亿美金 看起来是个大钱坑 连我们跑新闻在旁边看都觉得不够 都觉得冒冷汗吗 对 因为我们在路线上 碰到好多人都跟我们讲 地基开始挖的时候 成本是四倍以上 像我们这次访问吕董 他这次换个方法说 他就说我在台湾同样的钱 可以做三块钱的生意 照美国去这个同样的钱 只能做三毛钱的生意 但是为了支持台积电还是要去 这次洪达写的 关东心灵这家公司 可能对一般读者来说有点陌生 这要请洪达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关东心灵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关东心灵其实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因为他是台积电的优良供应商 但是在越来越了解之后发现 关东心灵其实是日本的关东集团 跟台湾的心灵合资成立的 这个集团其实年营收超过百亿元 但是要讲一下 关东集团它是一个特用化学品的公司 可是心灵其实是 吕志鹏吕董他创的公司 所以等于吕志鹏创业 然后去跟关东心灵合资 为什么要注意这个公司呢 你看到材料厂的动向 你就会知道半导体 未来五到十年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看这个关东心灵在云林的厂 那集电台中扩厂嘛对不对 然后台南有扩厂 南科 中间在哪里 那是云林啊 那可以就近供应两个厂 而且重点是云林的地便宜 而且好处就是 我向上支援中科 向下支援南科 通通都OK 旁边我们还去看他盖了一个 特殊的化学仓库 让我们大开眼界 因为那是全自动化的仓库 几万个仓位 他只要按两个纽 一桶一桶各式各样的半导体材料 几分钟之内就直接出来了 那为什么要注意这个 因为当他在盖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预测了 他已经看到了南科的崛起 所以这一次 他们愿意花大钱去美国 那这就值得讨论了嘛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逻辑 工艺商要去美国了 那怎么去 谁去 这都有学问 对像那个 这次我们介绍的关东心灵 是台积电的五奈米俱乐部的成员 他到底做的是哪一段的材料啊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讲一下说像关东心灵 他做的是什么 各位要理解这个 台积电这个公司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照相馆 基本上光照 这个IC设计公司 设计出来的这个线路 做成一个像底片一样的东西 那台积电呢 就负责把这个底片呢 把它好好的冲洗在晶圆上面 那在这里面 关东心灵的角色是什么呢 它就是提供各种酸剂的 四式化学品 我们讲的这些化学品 再讲直接一点 就是像这个硫酸双氧水 听起来好像这个也很简单 但是其实它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存化技术 台积电5奈米要求的 存化的标准是PPT等级 如果你把它比喻成黄豆 大概就是说 像这个101这么高的 一个体积里面的大小里面 的一颗黄豆 你可能只有几颗误差 那另外一个 讲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 PPT等级的意思是说 我即使要去检验说 这里面有没有杂质 我说检验很困难 因为可能机器的精密度都还不够 我怎么从这么多的黄豆里面 去找到哪几个有问题呢 那所以存化技术是 他们这个场 业态第一个很重要 第二个其实是有秘方 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是都是硫酸 那其实各家 还是会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才能做到我们刚刚讲的 我要的地方完全毫发无伤 不要的地方 就完全都吃得一干二净 混合的时候是有配方的 所以它也不是说 你看到完全就只有硫酸 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 每一家的配方 去搭配制程来使用 看起来这个关东心灵的技术 真的非常的独门 难怪他可以称霸这个整个市场 那第二部分 我想请宏达聊一下说 关东心灵这次要跟台积电 一起到美国去投资 那其实就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 他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西晋 现在当然是他最后选择的东晋 中间的转折 可不可以请宏达帮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吕董的资历 他其实在1983年就跨境的这个产业 我们知道台积电是1988年成立的 一开始他说 我是从把德国运来的材料 那时候是一桶一桶装的 我飞机下来之后 送到那个工研院的实验工厂 这样开始的 就搭上了半导体骑飞的列车 因为联电台积电成立 然后1988年默克进到台湾 后面就出来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吕志鹏就默克进来之后 他就变成了伊默克的这个总经理 他跟我们讲说 台湾的半导体特用化学品的在地化 他其实是从头开始就有参与 所以是默克他原本就是提供半导体的材料 然后他在台湾透过关东心灵 就等于是吕董成立的伊默克 是这样子吗 这个关系是什么 可以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应该是这样讲 伊默克是关东集团 德国默克所合资成立的一个公司 我们刚讲 这个原来这些硫酸什么 是坐飞机从德国来 空运人来台 哇那运输成本 我们知道实质化学品很重嘛 那所以为什么伊默克很重要 那个德国人在台湾设立了之后 经营这个半导体化学品 就改成授权 所以他的商业模式是 你签跟合约升级之后 有很多种方法啦 其中之一是 用我们的存化技术之后 我再用生产出来的硫酸 我再用很好的价钱帮你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由这个合资的公司 去卖给台积电 所以他等于这家公司 专门只做在地生产 在地生产这件事情 所以台湾的这个半导体材料 在地化呢 就从这里开始 余董等于是一个活字典 后来关东跟默克拆伙了 另外再成立这个心灵 可是这个时候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 他说我还是回头 想做半导体的材料嘛 所以他其实又要从面板 开始练工期 他离开之后 其实是先想要去中国的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的半导体 正开始要盖场 红博发展刚开始 另辟战场的概念 到中国之后 哇这个上海也是非常的热情 第一次画给你 他就说画个农地给你 这个上海政府那时候跟他说 我们这里要科学人去 结果没想到呢 他说那个时候 上海的土地是每天三个价钱 就是你可能早上买 再转卖就赚钱了 因为本来已经要大投资了 怎么想也想不到 北京就派了空照大队 来派整个上海的土地 因为土地的交易太热 那那个时候那一块地还是农地 上海市政府说 这个农地以后要变成科学人区 但是还是农地 好死不死 这个农地变成建地 这个是北京的权利 所以空照大队拍完之后 收回来继续当农地 所以他就等于不能开发了 所以这两百万美金 他说还好 买土地的钱呢 还是收回来了 可是装打下去的钱呢 对不起没办法赔你 等于是损失两百万美金 对因为他那时候刚开始创业 那两百万美金当然意义重大 这个政策的风险有点大 所以他就把他的资金技术 还是重点投资在台湾 所以我们这样看完之后 就知道说 现在那你为什么愿意 去美国投资呢 这就对应到当初嘛 其实各位可以去看 我们刚刚讲了材料商的动向 你可以看到半导体的未来发展 那现在关东西林呢 其实正在盖总部 而且在台湾大力的扩 同时呢 他说我已经把过去18年呢 在台湾投资金额 又投到美国去 他的投资计划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部分了 关东西林到美国 投资设厂的看法跟愿景 我觉得相信也牵涉到 未来整个全球半导体的未来发展 关东西林到美国去投资 第一个要花很多钱嘛 到底可不可以赚钱 那个获利怎么评估啊 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先从地开始聊啊 其实也之前也写过 台积电在凤凰城北边的那个地 然后当时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 就是在那个地的旁边一点点 有一块地是留给供应商的 后来就供应商那块就没有 没有继续下去了 没有继续下去是说 没有开发还是没有厂商进驻 他们就不是在那里 他就各自去找 本来要集中一个区 因为离台积电的厂也比较近嘛 那我们就问旅董 那你刚开始总是会遇到一些适应期嘛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就说呢 因为这个开发的成本 这个美国是比较规范的国家 所以法规很细 那成本就比较高 美国也没有科学人去 美国的开发方式是 一块国有地去竞标这个地的成本 让台商出 没有保证标到 如果你给他钱 可能也标不到哦 但钱你还是要出 标到了之后呢 那再给他钱 每一关都是成本啊 对 所以后来他就改到凤凰城的南边 那我们就问了 你已经讲了这个 一块钱在台湾可以做三块钱的生意 在美国做三毛钱的生意 那你去这样串盘打一打 这样合不合 那就讲了另外一个重点 如果是只有台积电这两个厂 五万片十万片的话 那圈地的大小 其实是20万平方公尺 所以你已经可以感觉到说 他这个局 大格局 并不是说我只是来摆个摊 人家开的是大餐厅 他不是摆路边餐 他是为长远已经做好准备了 地都圈好了呢 那这个就有逻辑了 第一个现在是要赶上 二三年台积电的这个时程 十万片 他把它做成一个foundry 就是在这个上面呢 不但有这个化学原料厂 还有分装厂 还有实验室污水处理设备 我们刚刚讲的 要满足台积电高标准的要求 我就说可是你这样讲两个厂 好像没有办法赚钱的话 怎么办 你讲个重点 新厂后来选在凤凰城的南边 我们有自己的铁路码头 那意思是说 他说美国的火车的运输 我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我自己的码头就说 火车就直接开进来 这个码头是专门属于他的 那就可以上下货 那有这个有什么差呢 第一个我火车往南开 开到奥斯汀就到三星的厂了 就进供应三星 而且旁边呢 没多远 英特尔的厂在这个凤凰城 然后往北呢 台积电在这个华盛顿州 还有一个厂 好像没有讲说 现在在这个美国大力鼓吹 这个自己制造 其实像Golbo Foundry 它在美国有厂 所以左眼的其实 也是整个美国的 这个半导体的需求 所以还是20万平方公尺 其实蛮好奇想问洪达 就说那吕董怎么看 未来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呢 尤其是其实在前几天嘛 台积电创办人张先生 他才在玉山科技协会上面又讲了 针对未来整个全球半导体的趋势 做了一些看法 大家也觉得说 大家各自为政 看起来是不利 这个产业的发展 那吕董怎么看这件事情 又该怎么解读 张创办人的看法呢 我想对于材料供应商来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 就是说就是非常好 半导体厂是不能够开关关掉 说关就关的 当这个大家开始遍地开关 要开始说 供过于求 那是晶片的事情 但是你要维持厂运作 你材料就要进去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厂越多 机会就往上增加 所以晶片是不是供过于求 是晶片厂的问题 但是只要晶片厂不断在扩厂 材料商机就不断地增加 只要新的厂起来 他就需要这些材料 对 所以他看起来 他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材料部分 他觉得是非常乐观的吗 对 因为投资的新的计划也很多 我们前几天去Intel Intel就一直在讲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两个新厂 就在盖 他之前不是又在讲说 我政府不给钱的话 我可能就不盖了之类的 他很会主导风向 应该这样讲 有人出钱 就让没有人拒绝的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 今天非常感谢宏达 帮我们分享 整个关东心灵的发展 我觉得从这个故事 也看到整个全球半导体 尤其是在美国 他未来的趋势会长得怎么样 我觉得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值得各位读者来参阅 在财讯的六四五期 宏达写了非常精彩的 关东心灵的故事 请大家来翻阅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感谢宏达的分享 YouTube的观众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听Podcast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回复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